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比喻学乡道师林老师 谢谢大家对我们的乡道文化非常感兴趣 那么老师会通过这个乡道小尝试 给大家介绍我们的乡道文化 那么上个星期老师讲了 这回呢,老师会继续跟大家介绍我们的钥匙网香 是用阿与菲陀,阿与菲达,阿弥陀佛 百分百的制作我们的钥匙网香 那么钥匙网香我们叫做山地湾 山地的意思呢,在印度的名称呢 就代表力量,代表气的意思,叫做山地 那么再来呢,我们的这个钥匙网香呢 是百分百用阿与菲陀的这个草本 那么用的是什么呢?阿双甘达 也用了to marry,就是皇家 用阿尔甘达,还有trafala 那么今天呢,老师就是给大家介绍 阿双甘达到底是什么的草本 它是印度的人生,也就是长寿仙丹 在古时候的五千年呢 很多人生病的呢,要怎么恢复他们的体力呢 都是吃这个阿双甘达的 它是,也就是我们中国或者韩国的红身 人身一样的功效 它有什么功效呢?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生命力 例如你说,去了这个医院动了这个手术 这个要恢复体力呢 这阿双甘达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草药 来恢复我们的体力 也就提升我们的生命力 第二个呢,它可以助于放松我们的神经 如果有这个精神上的问题呢 这个忧郁症啊,精神分裂症啊,躁郁症啊 这阿双甘达是非常非常棒的这个草本 再来呢,就是增加我们的免疫力 还有呢,还有抵抗我们的细菌的感染 如果有什么细菌的感染呢 就是现在这个肺炎呢 阿双甘达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印度的草本 再来讲,它又可以补气 所以阿双甘达呢,大家就知道 简称的唯一就是印度的人生长寿的仙丹 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 香方原材料放在我们的钥匙网上 那么老师介绍阿双甘达之后呢 给大家看阿双甘达的这个长得是怎么样的 它长得就是这样子的 它的粉比较偏白一些 那么呢,本身的味道呢 就有如人生的味道 就是这个样子 下一集呢,我们为大家介绍更多的印度的草本 请留留收看,谢谢大家,拜拜